同学有发生一个问题就怎么样 就是我看一下 刚刚他这边改 本来是应该是check in的日期 就要把它改成什么check out日期 check out日期的话打勾 一样结果 看起来是一样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编号里面怎么样 本来是0106 变成0108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这边 把它全部填满 全部都改成check out 你会发现在这边会变怎样 全部都怎么样 找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这个编号 其实它的规则 跟前面的规则要一样 所以如果你前面的规则做错的话 后面就抓不到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有个缺点 这个缺点就是说 它是完全 一个牵一个一个牵一个 如果前面的做错了 后面的跟着也全部错了 这个是它的缺点 但是 也不能说缺点 因为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你要 也是正规划 因为你前面做错了相对的 带资料 也会有带错的问题 OK 这怎么办呢 没关系 把它改回来就好 所以你先check一下 如果你资料带过来 发现不正确的话 你先比一下 像刚刚那个是 在第13个 13个 这个是G1-0204 对不对 那这个是G1-0201 有没有 就可以比出错误 那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这边错了 你就把这边改成D 改回来 对不对 按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一下 填满完之后再切回来 又恢复正常 有没有 所以这个来源正确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 那接下来第2个问题 就是说 同学问到的 问到就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我 不要用那个V-2函数来做 我要直接 因为这边不是已经有一个他的名字了吗 那我是不是可以从这边切过来 对啊 右边 对啊 字数不一样那怎么办 如果说 你一定要这样做 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出来 其实这个前面好像也有 做过手机 有没有 手机 那个地方 我不是用 REPT加L1 有没有 那其实就是可以有一个逻辑 因为它的总长度 有没有 它的总长度 只要减掉前面 前面总共有 这边总共是 12 剪掉多少 剪掉10个吧 10个剪掉10个剩下的不就是 就是信的吗 有没有 所以用LEN 去找 去算 它的总长度 然后扣掉10个 就是它的剩下来 懂 懂的意思吗 我来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有点抽象 但是实际上工作上都遇到了 反正见招拆招 什么做不出来呢 但绝对你只要以上办得到的绝对都做得出来 所以 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用什么 如果我今天不用 Vlook函数 我要用right函数 文字里面 然后呢 右边 就R开头的 往下涨 right 然后呢 告诉他说 我的资料在这里 几个字呢 你想说 R 你总不能说 2 4 6 2 4 6 你想说6个字